肖伯纳有句名言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 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 人在外面也许会伪装自己 但回到家里一定会卸下面具展现本真 一个人的家里往往藏着最真实的自己 一个人活得好不好 他的家早已给出了答案 曾经去一个同事家做客 他们家的房子并不小 却给人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客厅里堆了不少杂物 阳台上还挤着几个布满灰尘的纸箱子 厨房里的垃圾桶一看就好几天没到 垃圾都快溢出来了 就连冰箱里都横七竖八地塞满了东西 散发这种怪味 同事善笑道 真不好意思 这个星期工作太忙 都没时间收拾屋子了 回来时 一个同行的人说 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老在公司混日子了 我问为什么 他反问道 他连自己家里都收拾不清楚 还能指望他把工作做好 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 成功人士的家里往往干净整洁 而不幸的人 则通常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 家居环境看似只是小事 却很能反映主人的生活状态 记得以前上学时 每次评比优秀寝室 学霸们的寝室大都干净敞亮 书香四溢 学渣们的寝室则扔满了外卖盒 臭袜子 同样 自律的人家里紧紧有条 懒惰的人家里乱七八糟 热爱生活的人家里盛开着鲜花 愁眉苦脸的人家里落满了灰尘 让家里保持整洁 需要的不是豪华的装修 而是勤劳的双手和爱美的心灵 正如日本家政女皇藤马李慧所说 要收拾出整洁的效果 需要整洁的心灵 定期清理心灵垃圾 才能有明亮人生 你的家就是你心灵的投射 如果家里乱糟糟的 不仅会给生活带来不便 更会让你滋生 懒散 没调理的负能量 影响你的心情 阻碍你的进步 只有像擦拭心灵一样 收拾家里 才能让自己住得越来越舒服 活得越来越精神 如果说干净整洁是一个家的面子 那么好的家风 就是一个家的理子 人生第一课里有段话 发人深省 家风不是教科书 不是课堂 也不是父母时刻的耳提面命 更不是挥舞的棍棒 但它却像空气一样 具有强大而持久的渗透力 影响力往往胜过其他有形的教育手段 一个家兴旺的标志 不是坐拥万贯家财 而是家风长盛不衰 大家津津乐道的钱氏家族 曾诞生了钱木 钱学森 钱三强 钱中书 钱伟长 等名人大师 号称一诺奖 二外交家 三科学家 四国学大师 十八两院院士 以钱伟长为例 他幼年家境亲苦 长辈们却坚持 子孙虽于 诗书虚读的家训 让孩子们读书名理 修身雅兴 他曾回忆小时候 每天饭后 都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长辈们带着孩子们 诵读诗书 抚情下棋 有人迎试作对 有人对异 有人弹琵 有人拉二胡 合家上下 书香鸟鸟 其乐融融 从小的二如目染 不仅让他学到了知识 更养成了他温厚的性格 宽广的誓言 后来 钱伟长成了著名科学家 依然很感谢那段岁月 荣乐的家庭 及长辈的楷模 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懂得洁身自好 刻苦自立 胸怀坦荡 积极求知 安平正态 读书为名理 名理为修身 修身 即为做人 好的家风 才是谁也夺不走的传家宝 没有好家风的家庭 往往富不过三代 即使一时报复 子孙若不懂经传承 也会很快衰败 只要有了好的家风 即使生活清品 也能让孩子在逆境中成长 活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 家庭和睦 不仅是一个家的福气 更是一个人 幸福的源泉 经常听到一些人感叹 自己当初脾气暴 工作忙 经常冷落了家人 等到老了 想回归家庭的时候 却得不到家的温暖 我的邻居邻叔 年轻时喜欢喝酒打牌 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跟老婆吵架 两个孩子也经常 被他吼得眼泪汪汪的 后来老婆忍无可忍 跟他离了婚 两个孩子长大后 也都去了外地工作 很少回家看他 现在他年纪大了 身体不太好 身边却没有一个照顾的人 有次过年 他看到别人家都热热闹闹的 自己却只能一个人 孤零零地喝着闷酒 心里悔恨万分 一个人即使有再大的成就 如果家庭不和睦 他的一生也是不幸福的 托尔斯泰曾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 却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和睦的家庭 往往都做到了这三点 第一 遇事少责备 把最好的脾气 留给家人 有些人对外人很客气 回到家 却像变了一个人 在外面受了气 回来就拿老婆孩子撒气 一点小事 也能大发雷霆 家人包容你 不等于 你可以把他们当成出气筒 就算在爱你的人 如果一再被你伤害 也会慢慢离开 只有把最好的脾气 留给家人 家人才会把最真的爱 留给你 第二 有分歧 不争对错 少讲理 多讲爱 有些夫妻 经常会为了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吵架 还都认死理不肯低头 最后赢了争吵 却输了感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可能事事一致 在很多琐事上 争对错 是没有意义的 如何找到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 才是根本 家是残爱的地方 不是说理的地方 讲再多道理 不如说一句 我爱你 三 学会感恩 爱就大声说出来 苏菲的世界里有句话 没有人天生该对谁好 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 家人之间更是如此 父母的生养之恩 爱人的同甘共苦之恩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需要我们的珍惜和回报 多给父母打电话 有空常回家看看 多抱抱爱人 体谅爱人的不容易 让他们知道 你很爱他们 才能让一个家 永远都洋溢着浓浓的爱意 家 是生命开始的地方 也是每个人 一辈子都离不开的牵挂 戈德曾感叹 人无国王庶民之分 只要家有和平 便是最幸福的人 无论你走得多远 无论你成就多大 只有当你的家越来越好了 你自己 才会越活越有滋味 愿我们的家里 都能窗明几性 鲜花盛开 流传着高雅家风 洋溢着欢声笑语 一家人齐齐整整 其乐融融 也许 这就是生活 最美的样子吧 你独自走过我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我讲 你不敢抬头看着我 哦哦 脸庞 我问你要去向何方 你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问你要去向何方 你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问你要去向何方 你指着大海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带你走进我的画房 你无法逃脱我的迷香 你不知不觉忘记了 哦哦 方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